好 接下來新聞當中 我們帶你來看到 在中國大陸 這個還滿有趣的農夫 他不喜歡跟做 他很喜歡是做什麼呢 他很喜歡去研發機器人 所以一度家人還罵他說 你真的是很不務正業 但真的他還滿有成績的 因為到現在為止 這個農夫已經做出了 三十幾個機器人 而且每一個機器人 都跟著他的姓姓吳 從吳老大一路排到了 吳老三十四 到底做了哪些機器人呢 一起來給你們看 坐著機器人拉車逛大街 他是大陸有名的機器人農夫 明明是農夫 卻專做機器人 還把機器人當孩子 每個機器人都跟著他姓吳 吳老大是正不走 吳老二是半身不隨 他走掉他也要掌握平衡 微身子的 吳老三就是爬牆的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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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讓道 請給我讓道啊 從吳老大做到吳老三十四 會拉車的 會幫病人翻身的 還有這個會倒水 小學沒畢業的吳一路 做機器人 全靠靈感 畫草圖也都自己來 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我的 我的哥哥 然後包括結婚鄰居 就都是反對我的 非常反對我 就沒有一個會支持我的 他們都是 完全都是 他們的看法 都是完全都說我什麼的 完全是不務正義 你喜歡機器人 就跟機器人過吧 我說我領了兩個孩子走了 家人反對 女朋友翻臉 吳一路就是不放棄 還好最後機器人得了獎 讓他終於可以靠興趣賺錢 反正要買的呢 我也賣 也像包括中間啊 從我這買 技術 機器人農夫闖出名堂 從親友眼中的不務正業 變成農民 發明之心 專訊懷分 綜合寶的 我會想說我 我會想說我 我會想說我